这个尖叫声出现在我们的弹幕上好不好 Make some noise 哇 很多人在为我们的里面点赞 非常热情啊 屏幕里全是粉丝的尖叫声 那里莹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叫里莹 这次里莹也是为我们《寻龙传说》中文版的女主角拉雅进行了配音 我听说其实这是你第一次尝试为这个动画电影做配音的工作 是不是 对对 而且这次里莹其实配的这个角色就是拉雅 她也是一个很酷很萨的这种大女主的这样一个角色 又有这个《寻龙使者》这种title 我其实也是很期待电影中的这种表现 那你第一次尝试为动画电影配音 我还挺想知道是《寻龙传说》这部电影是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首先是因为她这一次的公主的形象 跟以往的公主都有很大的区别 她非常的帅 也很酷 也很萨 然后整个人就是她装扮上就有一种很狭义的感觉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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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刚丽莹不说 我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也是一部公主电影 对 我最开始以为她就是一个女侠 她是另一个风格的公主 对 是一种另外一种风格的公主电影 迪士尼做公主电影好厉害啊 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我们聊了很久这个《兔兔》嘛 她是电影中拉雅的一个伙伴 一个坐骑 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小 这都很难定义一个小动物对 陪伴的好朋友啊 然后据说《兔兔》这个声音呢也是有一位国外的演员专门配的音 对 配音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神秘的 包括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那您这次配音工作体验下来 有没有什么样奇特的感觉 感觉是怎么样 也是觉得挺 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尝试吧 然后 跟拍戏还是不太一样 是吗 对 她要求会更夸张一些 开始是有一些不适应吧 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配音老师也会 也会这个 帮助我 帮助我去指导一些 然后就慢慢对于配音这个有一些了解 所以是您第一次尝试这种幕后的工作也是什么 对对对 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感觉还挺 因为我跟小北看的其实是那个英文原版 我们看的比较早 那会还没有那个配音版出来 我们当时就很期待这个 中文的台词会怎么写 然后中文的配音演员会怎么演绎整部电影 怎么样诠释这些角色 让他能够让我们中国的观众看起来更容易接受 也更容易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一部迪士尼的电影 你当时看的时候 想问一下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 我们想想因为我们 除了辣雅以外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小女孩了 是吗 对然后就是那个 对 那个就那个 跟三个小朋友 猴子天团在一起 对对对我也超喜欢 一开始就是 像那个小女孩像个汤圆一样 那个感觉 对对对 就很Q但又很坏 对一开始就觉得很可爱 后来又很坏 有时候又很可爱 对对对 他们的戏很精彩 对对精彩 我非常喜欢的是 里边有一个叫做老藤的角色 是那个很大的 那个个头很大 然后很魁梧 然后拿的武器 也是那种比较粗犷的 竹子还是什么 就是我可能天生比较喜欢 这种形体上很魁梧 但是他内心其实 铁汉柔情 对 很温柔的一个 很温柔的一个 很反插萌 对对对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 专门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 就看起来最粗 最粗犷 最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种最野蛮的一个人 其实只有他注意到了 一些这个小女孩的 一些小的细节 对对对 他知道他会讲话 是我们好像 不能再剧透下去了 再说去 大家还是3月5号 一定要去电影院 亲身体验一下这部电影 看一看这部电影的 那些我们说到 这些小细节 那么这次为拉雅 做这个配音 有没有什么小趣事 或者是小的这种体验 小的感受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次配音 就觉得 之前都是为自己的戏 在配音嘛 而这一次为一个 这种卡通形象 不是自己出演的角色 对挺难拿捏的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度 就是小时候也是我自己来配的 所以它在声音上就会有 要有一些差别 对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拉雅是有年幼的拉雅 跟长大成人之后的角色 小时候长大之后的 所以都是您在配音 对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感受吧 也是在跟角色成长 确实 这样一想象还挺难的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作为观众会看到 某些电影或者电视里面 一个演员需要扮演 一个角色 不同年龄的时候的一些变化 其实大家就会想 这是同一个人 你要有一些延续性 但是这不是完全相同的 两个角色 对对对 还挺难说服观众 我觉得这么一说 我还很期待看到 丽颖配音的这个中文版本 我也很期待 你自己也没看过 还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自己配音之后的 但是也很期待 就是出来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有看完的工作人员 会很喜欢小时候的 那个声音的感觉吧 自己也当是参与其中吧 觉得也很骄傲 很荣幸 当然 那就3月5号一起 我们跟丽颖一起去电影院 去看丽颖 说起来很奇怪 去看丽颖 去看丽颖配音的这部电影 去听听我配音 是的 那么丽颖既然已经在现场了 我们刚刚也进行过一波抽奖了 我觉得还是要带给大家 更多的福利 我们赶紧来抽下一波的 我们一分前观影的 这样一个权益券 也能让更多的朋友 都到电影院去看这部 《熊龙传说》这部电影 大家再说一次 这次是怎么 抢这个活动 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入口 进入小程序 《熊龙传说》的活动页 看到一分前预付这个按钮 现在还没有被点亮 大家可以点一波了解更多 然后进入页面点击想看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的页面 然后有一分前直播 预付只减优惠券 马上就开始了 等我们321开始倒数之后 然后亮了之后 点击链接 只需要付0.01元 即可得到我们一分前 《熊龙传说》 专属观影权一券 得到我们这个券 咱们这个规则介绍的太细了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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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直播的朋友们 因为已经非常了解了 总之就是你一分前 抢这个券 然后只要再付19.9元 就可以直接出票观影 看我们这个 50元以内的《熊龙传说》 这部电影 真是本次直播才有的一个 活动 我们等的非常着急了 我们这次让丽影 帮我们倒计时好不好 倒计时就会开启 来 我们随时开始 好 来 三二一 来 开始 开始 这里已经变成这个够了 大家可以点了 可以点 点进去 然后只要付0.01元 就可以了 这里要确认支付 在这里 我怎么无法后退 无法后退 点这个够就可以进去 就可以抢 一分前抢到这个观影的券一 好 你就别抢了 观众还要抢了 是的 抢到这个券之后 拿着只要再去付19.9元 就可以一共20块钱的一个价格 然后观看我们这个 巡龙传授 而且除了点击那个雪花的按键 其实右下角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 小海报 大家可以点进去 抢完了是吗 又抢完了 第二波的提供券已经抢完了 又抢完了 好快啊 恭喜抢到福利的小伙伴们 刚才评论里面有小伙伴问 怎么可以抢到猫眼给的观影福利 再来讲解一下 对 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 把手机更新到抖音最新版本 iOS系统 高于12.2的版本 安卓要高于5.0的版本 如果用抖音急速版APP的小伙伴们 也先切换到抖音APP的直播 然后这样才能及时的领取观影福利 好 大家记得要点我们的图标 然后进入我们这次 猫眼电影巡龙传说 一分钱预付纸检的活动 这样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纸检优惠券 现在预售已经全国都开启了 3月14日之前 都可以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